明天政变8月1日届满半年 军政府领袖敏昂来自认为看守政府总理 宣布将紧急状态延长到2023年8月 同时再度承诺届时会举行新的多党派选举 东协部长会议2日在此背景下开会 讨论热面缅变问题特使事宜 图特社报道 轮值东协主席的汶莱外交部第二部长艾瑞万 很有可能当选 周六比利时多家媒体报道 比利时情报部门已经针对小米 Oppo及OnePlus这三个中国智慧手机品牌 发出间谍风险警告 因手机厂等中国企业 必须配合中共当局情报部门 此也纳入了中共的法律之中 诺尔其南部海岸过去5天来 发生遇白起野火 以至有八元丧命数以千计人撤离 一日仍有6处火点在烧 另外继续南欧的热浪还引发了 希腊和意大利的野火 获使居民逃离家园 机场关闭 台湾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卫生部 7月31日表示 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生产中国国药疫苗的厂商 洽工疫苗 但遭单方面毁约 据日媒报道 巴拉圭却交了5月底 有限到获得25万剂 毁约后就并退回巴拉圭 政府支付的560万美元 外界质疑可能是中共从中作梗 只因巴拉圭跟台湾友邦交 今年3月 中共就曾以跟台湾断交为条件 来交换疫苗 当时遭八国外交部断然拒绝 新航亚开电视 总理报道